你最想的旅程是多久呢 两周还是两个月 有个家庭竟然一口气就旅行了22年 来自阿根廷的萨普夫妇 原本都有稳定的工作 盖了新房打算生儿育女 不过结婚第六年 他们的旅游隐犯了 弄来一辆1928年的老爷车 2000年1月从布宜诺斯艾丽丝出发 展开了环游世界之旅 他们跑了36万公里 踏遍了五大洲 到访至少102个国家 夫妇俩也没搁置家庭计划 边缓边生 四个小孩分别就出生在 四个不同的国家 旅费呢就来自他们的出版冒险故事 至今间卖出了10万本 旅程当然不是一帆风讯 萨普爸曾经染上瘧疾 也曾遭受禽流感 伊波拉根登革热的威胁 COVID-19来袭 他们被迫滞留巴西 还顺便收编了一毛一狗 这个月他们终于返乡 接下来或许会考虑 开船环游世界了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 下期见 下期见 感谢观看